Hi! My name is Kyle Ewan 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一下 四款5000元以下的監看的螢幕 分別是 就是這四款螢幕 那我們就直接來快速開箱吧 好 那我們第一個先來開箱這個神牛GV55M 因為我覺得它是一個最神奇的螢幕 一個做閃光燈的廠商 結果做到變成做螢幕的廠商了 OK 那盒子裡面有一本說明書 然後就是我們的螢幕啦 然後這個螢幕 它的保護梯上面已經刮傷非常非常嚴重 盒子裡面還有一根六角板手 有一塊擦拭布還有兩條HDMI 一條是Micro 跟一條是Mini HDMI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的遮光罩的部分 看起來是快速可以收納的遮光罩 最後還有附一個蝸牛雲台 應該是叫蝸牛雲台吧 就是它可以輕鬆的變換角度 而不用鬆開任何的東西 那下一個我們來開箱這個 Feelworld F6 Plus 的螢幕呢 哇塞 這個產品包裝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它好像被人用刀好像畫過一樣 OK 盒子裡面有保證卡 說明書 還有一張保護梯附在這裡面 OK 所以這個Feelworld F6有附給你一個 算是半軟半硬的收納盒 這就是我們的Feelworld F6 Plus 的螢幕啦 一樣它的保護貼上面有超多刮痕的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的神奇的魔鬼沾遮光罩 那盒子裡面還有附一個熱鬚的L型螢幕支架 還有兩條的HDMI 一樣是Micro 跟Nini HDMI 那下一個我們來開箱這個DAS View P5 第二代 OK 那盒子裡面有一本產品說明書 然後就是我們的螢幕啦 好 先說這個是目前感覺最廉價的螢幕 你自己聽 好像快要解體一樣 OK 那盒子裡面有附給你一個擦拭布 有一個遮光罩 然後兩條HDMI 一樣是一條Micro 跟Mini HDMI 然後還有我們的乾燥機 然後還有一個USB 就是韌體更新的 還有一個L型的熱血支架 這包裝怎麼也看起來已經快爛掉了 應該上面全部都是刮痕 整個外觀全部也都是刮痕 不知道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最後再來開箱這個DASK VIEW R5 第二代 那我們盒子裡面有一本說明書 然後就是我們的螢幕本體啦 看起來很圓潤耶 我還滿喜歡那個造型耶 OK 那盒子裡面有附給你一個遮光罩 有一片擦拭布 還有一個遮光罩的框框 有兩條HDMI 一條是Micro 一條是Mini HDMI 然後有一個USB 就是韌體更新的USB 有一個六角扳手 還有一個小小的 從來沒看過的奇怪形狀的雲台 正負極的矯針 被凹爛耶 不知道是發生什麼事 打開就長這樣 OK 那四個螢幕都開箱完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來深入的分享我們 每一個螢幕的優缺點 然後還有每一個螢幕的特色 到底有什麼功能的不同 然後最後來挑選一個 我覺得最棒的螢幕 是一隻手啊 Xiavi 接著我們來分享這四款螢幕的優缺點 還有分享一下這四款螢幕 到底差別在哪裡 那我們先從外觀開始 那螢幕如果你要裝怪手 或者是雲台啊 支架之類的 那神牛跟Fior World 都有三個孔位 分別是上 下 跟側邊 各有一個孔位 而且這兩款剛好都有這種 Ari的定位插銷 就是旁邊有兩個定位插銷 讓你如果有支援的配件 你就不會讓螢幕這樣子扭來扭去 Xiavi這兩款就只有兩個孔位 分別是下方跟側邊各一個 而且也都沒有Ari的定位孔 Fior World跟神牛兩款的螢幕 都是這樣平平的 就是跟冰框完全是同一個高度的 Xiavi這兩款 它的螢幕都是內凹的 就是它的冰框比螢幕還要高 所以如果你面朝下放置的話 你也不太會刮傷或損傷到螢幕 那比較特別是這個P5這一款 它的旁邊這個 凸起來是那個遮光罩魔鬼氈的部分 這個是沒有辦法拆卸的 所以它就是凸出來 然後魔鬼氈永遠都在上面 所以如果有什麼毛屑啊 灰塵之類 就會卡到這個魔鬼氈上面 這四款螢幕背後都是NPF電池背板 而且都有這種安全的NPF釋放鎖 就是你在晃動的時候不會電池忽然就飛出來 就是你要按下這個釋放鎖 你才有辦法把NPF電池拿出來 比較特別的是這個Fior World跟DeskView R5這個部分 它還有另外的LP16背板 就是你可以用Canon的LP16小電池來使用供電 那Fior World還有另外一個特色 就是它還有一個Type-C供電 就直接行動電源就可以供電你的螢幕 這幾台螢幕都可以裝你自己的Look-Up Table 但是我們的輸入的方式就不太一樣 像是我們的Fior World跟神牛都是裝SD卡 就你可以永遠都插在螢幕裡一張SD卡這樣子 那另外的DeskView呢 它們都是用USB來裝你的韌體更新 或者是LUT在裡面 就是你要插一根USB才可以使用 就各有有缺點啊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特色就是DeskView 這兩個USB可以供電 供我不知道你要供什麼 你想要供什麼都可以啦 你可以用這個USB邊使用螢幕邊供電 就另外一個小小特色 然後四款的螢幕全部都有DC-IN DC-OUT 跟耳機監聽孔 就這樣外觀的部分 接著我們來分享一下螢幕操作的部分 那其中只有這個DeskView P5是沒有觸控螢幕 其他三款螢幕都是有觸控螢幕 Fior World它的觸控螢幕 我覺得它是非常直覺也非常簡單使用 像是下面有快速的選單 那你左邊右邊都可以調整不同的東西 那你雙點就可以進入我們的選單 那如果你不想要用觸控螢幕的話 你可以直接鎖定我們的觸控螢幕 我們就沒有辦法用觸控來操作 你可以完全藉著這個滾輪跟下壓式這個滾輪 來操作所有選單的設定 所以如果你的觸控螢幕有問題啊 或者是你真的不想要觸控螢幕 或者是你手髒髒之類的 你可以全部都用上面這個滾輪來操作任何的選單跟功能 神牛這款螢幕的觸控功能呢 一樣也有一些像是上拉然後下拉 可以快速隱藏開啟示波器 那雙點可以快速叫出螢幕 但是有的時候雙點它的觸控像是現在 就是它不太靈敏 就有的時候叫得出來又有的時候叫不出來 像現在就整個卡住了 那如果你不想要用觸控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電源鈕按下去 它就有一個觸控鎖 那所有的操作都可以用這個滾輪 按下去這個滾輪操作 就是所有的功能都可以操作 就不需要依賴觸控螢幕 下一款這個DeskView R25 我覺得它的觸控是非常非常靈敏的 但是我不太喜歡的是 它單點一下就進入我們的選單 那我們左邊是調整背光 重點是它沒有任何的觸控鎖 所以你按下電源啊 它沒有那個觸控鎖 所以你可能調整螢幕角度碰一下 然後它就放大縮小 調整背光 然後又開啟奇怪的示波器 就比較不方便的地方 就會忽然跳出一些奇怪的東西 我只是要調個螢幕角度 然後背光就從100 調到50 之類的 沒有觸控鎖 真的是不太OK啦 尤其是這個按一下就叫出選單 然後重點這一款螢幕 是完全依賴觸控螢幕來操作的螢幕 它上面這樣空空的 完全沒有任何實體按鍵 這是什麼鬼東西 就沒有實體按鍵 所以如果你觸控螢幕壞掉了或怎樣 螢幕就完全沒有辦法操作 那下一款這個DeskView P5 的部分 是沒有觸控螢幕 它完全依賴這四個按鍵 就是進出跟左右 這四個按鈕 來操作所有東西 雖然沒有那麼直覺 但是你如果用久用習慣 你還是可以快速叫出你想要的東西 像是我想要這個Histogram 可以快速叫出來 我想要調整它的位置 調整它的位置 然後我也可以快速來調整 就是要熟悉速度才會變快 觸控螢幕我覺得它最大的優勢就是它在放大影像的部分 就是雙指這樣放大 然後可以快速調整位置 那Fearworld 這一款呢 它可以借在五倍跟一倍中間 自由的無段放大 就是你可以放大一點點 放大很多這樣子 就是你沒有任何的段數讓你卡在中間 尷尬的放大數值倍率這樣子 那你位置調整也非常的輕鬆 就是輕鬆可以找到你想要放大的位置 然後就這樣輕鬆的縮小 那下一款這個Desk View R5 的部分 它放大縮小也是用兩指 但是它放大只能從零倍 就是原始大小 然後兩倍跟四倍中間做切換 它沒有辦法無段的順暢放大 而且它調整位置的部分 我覺得也有點卡卡 有點太跳 就是我往上一點點 它就給我暴衝 然後往下它又給我暴衝 重點是如果你只要不小心點到 點一下然後進入選單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調整你的位置了 你一定要再繼續縮放一下下 然後你才能再繼續調整你的位置 我覺得這個有點也不太方便 這是Fear World不會這樣 就剛剛上一個螢幕 它沒有這樣子 就是你進入選單設定 你想要開一個scope 或者是你想要開一個直方圖尾色才幹嘛 就是你進入設定出來 你還是可以繼續調整位置 那但是這個Desk View R5 沒有辦法 就是你進入選單 你只要進入選單跳出來 你的位置就沒有辦法調整了 你一定要再重新放大縮小 再繼續調整位置 這個就有點 不知道 不太好用的地方 那神牛這款觸控螢幕呢 它的放大有點 麻煩 就是它沒有辦法直接 兩指這樣子直接放大 你要放大呢 你要先點兩下進入選單 按放大 然後開啟放大 我們才能挑選兩倍四倍 或者是自定義 那通常都是自定義啦 因為兩倍四倍是要幹什麼 自定義就 你就可以這樣自由的縮放 但是你自由縮放之後呢 你要取消這個縮放功能的話 你還要進去我們的選單 然後按放大 再關閉我們的放大功能 這是什麼 複雜的設定呢 就直接兩指放大不是就好了嗎 這就是 要來來回回進出選單 有點麻煩 最後這一款Desk View R5 是沒有觸控螢幕 所以如果你要放大 就要進入選單 然後挑選兩倍跟四倍 然後你要調整位置就會非常非常麻煩 就要一格一格這樣 送下左右 這樣子調整 你真的會發瘋 這四款螢幕 只有這個神牛 跟我們的Desk View P5的部分 有實體的自定按鍵 所以你就可以設定說 1是什麼 2是什麼 波形啊 然後3是尾色彩 4是放大之類的 然後這裡神牛有六個自定按鍵 可以讓你自由的選擇 只是這個按鍵有點小 所以你沒有辦法 就是用摸的就可以摸到 你一定要看著螢幕上面的實體按鍵 然後 喔 這是1號 然後按它 沒有辦法直接像是這個 Desk View P5 就是直接手摸 喔 這個是最左邊 這個是最右邊 這樣子來按 那這個Desk View P5的部分 只有三個自定按鍵 因為最右邊這一個是 Menu 那左邊三個就可以來自定你 三個不同的功能 那這四款螢幕的功能 其實就大同小異 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那除了這個Desk View P5 這個P5沒有觸控這一台 這台P5少了Vectorscope 就是這個呈現色彩飽和度的部分 然後它也沒有辦法叫出像這個大哥哥R5的部分 可以叫出全部的波形同時顯示 那神牛這款螢幕它多了一個就是 CAMERA CONTROL就是你可以相機控制的模組 外掛模組 應該是要另購啦 那你就可以控制你相機開始錄影 然後跟對焦前後之類的功能 那但是它也少了一個軟體的功能 就是ANAMORPHIC DESQUEEZE 就是如果你用那個ANAMORPHIC LENS 然後你要擠壓Sony的影像 這個螢幕是沒有辦法辦到的 這四款螢幕唯一一款就是這個神牛 它是可以自定你的使用者設定的 就是你可以有使用者123這樣子來做設定 它的123是可以完全的就是 連語言你都可以分別做調整 就是整個系統的三個選項 可以讓你快速做切換啦 假設你想要1號是什麼法文之類的 然後奇怪的什麼東西 怎麼樣 喔尤其是這個自定按鍵啦 就你在不同的拍攝環境 然後你這個自定義就是可以快速切換不同的 拍攝環境嗎 或者是有不同的人在使用這個螢幕 你就可以快速切換這個自定義 就除了這一款神牛有這個功能 其他三個是沒有這個功能的 那在拍攝的時候 你可能常常會需要從高角度切換到低角度 然後你要螢幕這樣子翻轉翻過來 如果用怪手的話 只有Fill World跟神牛這兩款 是有自動的翻轉螢幕功能 就是裡面有那個陀螺儀吧 就是它可以自動辨識你的方向 然後來翻轉你的螢幕 那其他兩款的Desk View是沒有這個功能 是有可以翻轉 但是它沒有自動翻轉 你要手動進去旋單裡 然後按翻轉 拍片的時候時間是非常非常緊迫 那我們就來測試一下這四款螢幕的開機速度囉 接著我們來分享一下這四台螢幕面板的部分 那面板呢全部都是8bit的螢幕 然後對比度呢全部都是1000比1的對比度 那亮度的部分呢 這個Fill World是500nit 然後Desk View兩台全部都是800nit 那Godox 神牛就是比較亮度比較弱一點 就是到410nit而已 接著我們來分享一下這四款螢幕的色彩空間涵蓋的部分 那一樣我們在測試之前 我們都有預熱一個小時 然後用預設的亮度 就是Fill World跟Godox 預設亮度是80% 那Desk View出場就是給我100% 那我們就用100%去測 那這些數值我就直接放在螢幕上 你們自己看 那比較特別的部分就是Fill World 它有一個HDR的功能 就是有HLG 2020 還有709跟P3的色彩空間 那其實它就只是一個曲線而已 對它的色彩空間完全沒有改變 那但是Desk View這兩台Desk View 它的調整那個HDR 就是你如果調到709跟調到P3 但色彩空間也會改變 我覺得還蠻酷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色彩空間在709比較多 那你就調到HDR 709 那它顯示的色彩空間會更多 我也不知道 那如果你把HDR在Desk View這兩台螢幕 如果把HDR螢幕關掉的話 你的色彩還原整個就有點解體 就是沒有到很好 709 但是你怎麼調709都到不了99或98 它都落在一個92出頭 90出頭而已 就好像不是很好的結果 那我還有測試那個Desk View兩台螢幕都是 就是它出場預設是100 那我想說 如果我們把亮度調到80 就是降低一點點 看看會不會讓那個色彩空間 那顏色還原更好 結果測出來是一模一樣 所以就是亮度 背光亮度不管調多調少 它的顏色都是一樣糟糕 那神牛這個螢幕呢 它的色彩空間可以調原始跟REC709 但是如果你調到REC709 它的真的709的色彩空間結果又更小 就是不如就直接停留在原始 那個709的色彩空間還還原的比較好 不知道 就理論上就是在原始就OK啦 不用調到709色彩空間 接著我們來講一下試波器的部分 那Fearworld跟Desk View R5這兩台呢 它都可以一個一個把你的功能打開 就是你的波圖試波器打開 那你也可以開啟一個叫做全波型 就是全部的試波器全部同時打開 只有Desk View R5跟這一台Fearworld可以這樣辦到 那這一台Desk View P5就少了一個全開試波器的功能 它還少了一個Vector Scope 就是色彩飽和度的那個試波器 神牛的試波器呢 你只能選擇單開某一個試波器 就是你可以開Y或者是你要某一個試波器 或者是關掉 然後全開 就是你只能選擇一個 或者是全部都開 不能選擇兩個 兩個就不行 三個也不行 只能全開跟一個 那接著我們深入來看一下試波器的部分 那我們先從這一台Fearworld開始 那高光的部分它不知道是發生什麼事 它永遠在99就卡住了 它不會到100 所以如果你在用尾色彩或者是指那個斑馬 斑馬如果IRE設在100的話 那它永遠顯示不出來 它就因為卡在99 100 永遠不會出現 那暗部的部分呢 它在 IRE5 左右它就已經Clip 就是已經死黑了 所以不管是你用 我現在是用電腦輸入 不管是用電腦或是相機輸入 它的尾色彩也是就是在IRE5以下 它就會馬上呈現死黑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這台Fearworld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看色相的Vectorscope 它如果你把它拉到某一個顏色非常飽和的話 它會變成一條線然後一些扭曲的線條 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就跑出一條線 這什麼東東 這應該是有點問題 就是理論上不應該這樣出現的 下一個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神牛的試波器 那目前這樣子看起來都沒有什麼大問題 顯示也都蠻正常的 但是呢它其實是IRE在95以上 它就已經先Clip 然後IRE5以下它已經先Clip 我們用一下尾色彩給大家看看 尾色彩在這就是95 IRE95以上它就已經Clip了 已經顯示100% 然後IRE5以下它就已經顯示死黑了 就是0完全死黑 所以就是至少它會Clip 就是它會顯示說我已經100我已經滿了 然後這裡是完全我已經沒有訊號了的概念 那剛剛那個Fearworld它如果高光的部分 它不會顯示100 就這個就是大家需要稍微注意一下的部分 至少這一台會Clip 然後像是這個Vectorscope的部分 顯示都還蠻正常的就沒有什麼大問題 下一口這個DeskView R5的部分 它的試波器不知道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是被車撞到是不是 怎麼會長這樣 它的高光永遠不會Clip 在95以上就它不會顯示 就永遠卡在95 所以你在使用尾色彩或者是斑馬 IRE1設在100的話 它永遠就不會顯示 然後我們的暗部呢 就在5% IRE5左右 就已經Clip了 就已經在5的時候它就呈現死黑 你自己也看得出來 那個波形 在5的時候它就已經壓到死黑了 就不管是相機 或是電腦的訊號都一樣 就是 高光不會Clip 暗部一直Clip 不知道是發生什麼事 我們開一下尾色彩給大家看一下 高光不會Clip 已經IRE100了不會Clip 然後暗部IRE5左右就已經Clip了 就呈現死黑 不知道是發生什麼事 Vectorscope的部分顯示都很正常 而且你看一下它的Vectorscope 它有給你一個 膚色直影 就是其他 剛剛的神牛跟Fearworld是沒有的 它這裡Desk View有一條那個膚色直影 最後來看到這個Desk ViewP5的部分 那你看看它就只有這兩款試波器 可以讓你看 就是一個直方圖 然後一個Waveform 就這樣 然後這個Waveform呢 我覺得它的顯示的有點虛虛的 有點像是雜訊的感覺 就它不是實現 它有點虛虛然後就這樣亂跳 有點像雜訊 就不知道到底是怎麼樣 反正訊號有點弱 然後呢 它一樣有一樣的問題 就是高光永遠不會炸 然後暗部的地方 大概IRE5左右就已經先Clip 就已經先死黑 一樣開尾色彩給大家看 好尾色彩在這兒 你看高光不會炸 暗部直接炸爛 反正這四款便宜螢幕就是試波器有 但是堪用沒有辦法到非常非常準確這樣 就還行啦 那接著講一下試波器的位置 那Fearworld跟神牛這兩款呢 它的試波器位置是固定的 所以就是都是在靠右邊然後跟下面這樣子 沒有辦法調整它的位置啊 或是大小之類的 Desk View這兩款螢幕的試波器是可以調整位置的 就是九宮格上面的某七個點 像是 就是這七個點啊 那一樣也是不能調整大小的 至少可以調整位置 那還有另外一個特色就是Fearworld跟神牛有的功能 就是像是這樣上拉 我們就可以快速叫出我們的選單 快速開關我們所有的試波器 那神牛的部分是 我們如果只有單一的試波器 我們只要下滑 就可以隱藏上拉 它又叫出來 那Desk View兩款的螢幕都是 如果你開啟的試波器 你要關起來 你只能一個一個把它關起來 就稍微花多一點時間啦 它沒有一個快速就是可能 這邊滑一下 然後全部就是變全螢幕 然後就是一個乾淨的畫面 沒有 就是你一定要一個一個關 那我測試那個HDMI Loop Out的功能 那就是接無線圖傳 然後接一個圖 看看顏色有怎麼樣的改變 那Fearworld跟神牛 我可以說就是幾乎是百分之百還原 就是原本跟圖傳 直接接圖傳 跟Loop Out 然後接圖傳 是顏色接近 就是沒有什麼大差別 就是可以說是一模一樣 但是Desk View的部分 我可以就是放在畫面給大家看 就是跟原本直接接圖傳的差別有點大 整個顏色非常非常的洋紅 就我不知道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兩台Desk View都是一樣的洋紅顏色 所以我不知道Desk View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它的Loop Out功能怎麼會套一個奇怪的洋紅顏色在上面呢 最後做結論之前 我們在講每一款螢幕的做工跟品質部分 那我們先從這個Fearworld開始 那我覺得它的SD卡槽 這個卡槽 好像有點 好像有點 太大了 你都可以看到裡面的那個主機板的部分 那 希望有蓋子嗎? 還是幹嘛的? 也可以自己拿一個大力膠把它貼起來啦 就DIY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晃動的時候有聲音 應該是這一個旋鈕這個滾輪的部分啦 但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啦 那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有一個高頻的電流聲 但是是一個很小聲的高頻電流聲 應該正常拍攝是不會錄到的 下一個Desk View R5的做工跟品質 那 它還行啦 沒有什麼太大的聲音 它產生的聲音是這個 接點的部分 那我覺得它的接點 品質有點差 就是這個NPF 不知道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它 整個有點變形還是怎麼樣 我的NPF電池插不進去 然後LP16其實也有點變形 但是我 還是有辦法 就稍微想辦法可以把它插進去 但是它的電池接點都有點變形 不知道是發生什麼事 然後呢 它有一個 還蠻大聲的電流聲音 而且是高頻的 而且是持續的 就一直 我不知道有沒有辦法收起來 就是高頻的電流聲音 這個有點討厭 下一個做工跟品質我也覺得很瞎 就是它旁邊 這裡你可以看到螢幕的背光 就很瞎啊 就是你可以看到整個螢幕的背光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設計這樣子 就旁邊會漏光耶 所以你在混亂的環境 你旁邊就好像有手電筒一樣 這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我從來沒有看過螢幕旁邊這樣漏光這麼嚴重的 最後一個就是這個DASKVU R5 它是唯一一台它的HDMI接孔有镀晶的 其他三台是沒有镀晶的 就镀晶的接孔啦 下一個這個DASKVU P5的做工跟品質 我是覺得它的做工有點像是嬰兒玩具的感覺 就整個非常非常的塑膠 而且它的接縫處 接縫忽大忽小是怎麼樣 就是一條線它也可以忽大忽小 然後整個送來的時候就是刮傷還蠻嚴重的 就是整個像是玩具一樣啦 就是沒有什麼品質可言 然後它的角落有這個防撞QQ墊 我是想說應該公司就覺得 你掉到地上這個螢幕就會瞬間解體 所以它才把這個東西加上去吧 然後電流聲的部分就是它是聽得到的 但是收音應該是沒有什麼大問題 它是屬於一個中頻的電流聲 不會到那個很尖銳很高頻的電流聲 所以這個應該沒有什麼大問題 下一個這個神牛螢幕的做工品質 有點讓我出乎意料 真的是沒有聲音耶 就是任何的按鍵啊 然後所有的滾輪都非常非常扎實 重點是搖晃沒有聲音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厲害 唯一的小問題就是電流聲音是你聽得到了 但是它是比較屬於低頻的電流聲音 頻率比較低啦 就叮叮叮叮叮的感覺 所以其實也不會讓你感覺到什麼東西 除非你真的非常靠近認真聽 就真的出乎意料啦 神牛的品質 最後結論時間 那我們就把這四款螢幕就是告訴大家 他們獨有的特色在哪裡 就是為什麼要選那一款螢幕 而不是其他的三款螢幕 好那我們就先從Fuel World開始 那第一個特色就是我覺得他的直覺操作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 就是開啟這些試波器真的是非常快速 因為它是一個上拉 然後你就可以開啟關閉所有的試波器 這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 然後你的背光調整也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 那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它的Type-C功能 你可以用Type-C供電耶 真的是還不錯 還有一個特色就是其他三個螢幕沒有的 就是它是唯一一款有繁體中文的螢幕 所以如果你想要繁體中文的話 你就選Fuel World 下一款這個DeskView R5的螢幕呢 它的優點就是 外觀好看嗎 就圓潤的外觀 看起來很簡約 連按鍵都沒有 讚喔 漂亮的外觀你就選它吧 神奇的螢幕 下一個DeskView R5的小螢幕 如果你想要有這個Q彈的防撞電 你可能很容易摔螢幕還是幹嘛的 你喜歡這個防撞電 那可以選這個R5 那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它有三個自訂按鍵 就是可以自訂你自己想要的功能 就你可以快速開關某一個你喜歡的功能 像是直方圖 或是什麼中心標記之類的 這些比較常用的功能 你就可以自訂在這三個按鍵上面 最後一個神牛螢幕 那如果你喜歡自訂你自己的功能 到實體按鍵的話 那這個上面有六個自訂按鍵 真的是 可以把你想要的東西全部都放在這裡 應該是沒有什麼大問題啦 就 自訂按鍵非常非常的多 那另外一個呢就是其他螢幕沒有了 是相機控制的部分 那我不知道 這個控制模組要去哪裡買 但是你如果需要這個神奇的相機控制 就是開始錄影啊 或是對焦前後之類的 就是這個螢幕有 其他沒有 OK 那螢幕分享差不多就這樣子啦 那當然喜歡這影片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攝影相關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掰掰